实验室里被灌在塑料盒子里的大约400种昆虫 大多有怪异的头骨和十字骨 这意味着被它们咬上一口 结果可能是极度疼痛甚至丧命 它们的毒液包括数百种化学成分 每种都有其针对目标和作用 这提起了医学研究人员的兴趣 其中有一些能够杀菌 像是大肠杆菌或者扑托球菌等 这跟现代药物作用越来越弱的医学问题紧密相连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能够改变并杀灭排气部的毒液 找到杀灭细菌的新方法非常重要 因为过度使用抗生素制造了一些超级细菌 比如导致肺结核的细菌 已经对其对应药物产生了抗药性 动物毒液已经进入医学应用 但是世界上有十万种有毒动物 人们还有很多探索的新空间 特瑞姆说 维农科技的研究人员试读分离整理这些成分 找到能够制作新药的成分 维农科技的科研人员将毒液成分分离 针对特定的疾病进行实验 在新药实验方面 我们将适量毒液用于新药来使疗效最大化 而能达到目标的氨基酸就会被制成新药 这些昆虫得到了很好的饲养 以便产生尽可能多的毒液 之后工作人员采取不会伤害昆虫的方式来吸取毒液 我们麻醉这些昆虫 这对于我们来说更安全 它们不会咬我们 而且对昆虫也更好 之后用极少量的电刺激 收缩肌肉并挤压腺体 这样我们就能够获取少量毒液 之后 毒液将通过含有两个步骤的高压液相色谱法进行分离 每种毒液会得到约100种蛋白质 每种蛋白质包括一种到五种不同的分子 其中一些在未来有可能会被制成有效的新药 美国之音 普蒂奇 华盛顿报导